这种小街道还是有感觉的呀 我这到一个城市就爱逛这种小街道 特别有烟火气息 特别适景 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最真实的感觉 来云川你得吃手抓 对吧 肯定大家想到的都是那些大平台 我不太想去大平台 你要照顾游客的口味 这一照顾游客的口味 它就得变 所以我要来这找一下手抓 我要试试这小巷子里边手抓 它是个什么滋味 我估计一般小店也不会做手抓 这成本挺高的 做不好你不敢开着变 到了一下就找变了 我这对美食还是很敏感的 唉 这一份的坑上你得说吧 你看 这个是哪个多刷哪个 不是啊 那是有规则吧 全顾抓上43 然后这一个坑坑是10分 这个贝贝是2分 这个 这是5分 这是3分 I didn't get it I was just in awe 成肉这器皿也蛮经典的 蒸笼 这个确实看着好 你看这是肉 一层脂肪一层肉 尝一口 我先啥都不沾 哇 这个真香 这真香 我尝点蒜 嗯 你来拌蒜 来拌蒜 吃停不下来 而且不用占啥就这么吃 对对对 这什么肉这么香 这是盒那条最后面的馅的 有一点奶香 这是我目前吃到这 手抓里边 第一口就让我难忘的一份 再吃一块 这咱们太好吃了 慢慢慢慢品呢 舍不得一口下去 肉极嫩都不赞牙 太嫩了 彻底被这份肉征服了 真的太好了 吃 盘会也好吃 吃吃盘会 那这一勺下去 肉片粉条子 啥都有 这顿饭吃得太舒服了 还是来使用小象象里边来吃饭 对吧 特有感觉 我发现这主要做好 做啥都好吃 我虽然才开始吃 但是我觉得我下次来银专 还会吃这个 太羊的这个皮叫二毛球皮 那厉害的算是宁夏一宝吧 皮呢 做衣服做帽子 那二毛皮跟这个 太羊的这个肉 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本身是宝呀 这羊真好 我也大会讲讲这太羊 这摊在宁夏这些话里边 它叫野外的意思 这羊吃的就是 什么苦豆子 什么甘草 这些东西吃完之后呢 它就能中和它身上的 这个叫葵酸 葵酸就是羊身上山味来源 所以这边羊是没山味的 哟 哇 扇子 这也是当地特色 可酸还略带点甜味 这个 跟我想象中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能泡这吧 没泡过 能泡 试试 尝尝 还有没味儿 这坂子当早餐吃挺好 这就早点吃 泡多姜泡牛奶 就泡牛奶 嗯 泡羊骨 哦 太过瘾了 目前吃到的 算是在我心中 很经典的手抓了 我们一共花了180块钱 吃的特别舒服 这个口味也太值了 值得来打卡 下次我还要来这吃一下